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枚90后的塔条司机 现在呢是夏天 特别热 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塔条上面 驾驶室里面 这几面玻璃都是开的 然后太阳晒进来的话 根本受不了 虽然有空调 但是有时候转到向阳的地方 去调东西的时候 还是比较刺眼 今天呢刚好有空 然后把这个 调了一些板子 然后堵一下 驾驶室就这么小 左右边各一个窗帘 然后身上的玻璃 几乎都是开着的 虽然有空调 这个太阳直晒进来的话 主要的人身上还是受不了 特别是刺眼 雕东西的话 向着太阳 跟我们眼睛睁不开 这个板子呢 是刚才那个阿姨 给我雕上来的 然后有双面胶 还有个刀子 然后裁这个板 这个里面就这么小 这边也就没有位置了 这个板子也不好裁 现在把这个裁一下 躲一下 我平时不掉东西的话 会坐在这个 靠背上 因为这个靠背能放倒 坐前面的话 这个脚放在那里 特别晒 主要是粘一下后面 后面这块玻璃 这块玻璃的报纸 前几天坏了 然后今天太阳照射进来 特别热 因为现在比较高嘛 然后在空中 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就地取餐 把这大概收拾也行 一个人上班 自己给自己弄了 大概宽度就是这么多 刀子料不是那么锋利 有点费劲 感到认清好了 就是踩的有点可惜了 先把烧面胶切一下 它总共拿了两盘 刚才呢 那个石板没有踩好 我现在用胶带把这下面粘一下 算了 原谅我的手工活 做的比较粗糙 动手能力确实比较差 还有两个玻璃没有粘 这个玻璃不能粘 粘了的话影响正常操作 从这个玻璃可以提前直到那个掉材料的位置 这个小刷子呢 几乎每个塔里面都有 然后是专门打扫卫生的 这一会儿的时间就弄得这么脏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特别小 用造把的话根本就没办法清理 从小刷子一点点往外刷了 我们平时操作的话就是在这个上面坐着 然后脚就是在这个网子上面踩着 下面也能看得见 定期清理 因为不清理的话垃圾多的话 就上面卡不见了 它不出去了 这个清理也特别麻烦 然后就只能用这个刷子 一点一点往外刷了 开卡车的时候也不容易 一天他在路上天天要跑 我们呢也挺辛苦的 坐在这里 一天早上七点上班 然后晚上七点下班 中午下去吃个饭 长期就这样坐着 所以干哪一行都没有容易的 拿点水 现在里面好多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 才六点多不到七点月亮已经出来了 天空真的很漂亮 大夏天的忙了一会儿呢 我们必须吃透了 现在也收拾完了 我们下期了 我是鱼眼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